是我們曾順良曾議員 請 感謝主席 教長 我吼 本席吼 早就對了吼 幫你提出這麼多經驗 我是感覺你不知道有聽到嗎 我是要幫你提前 我幫你提前的特地不是拍他 因為 我在當中走到這樣 我覺得 現在事態相當的嚴重 我也要問你們局勢裡面的你們員 他們也有感同身受感到 憲主席 我們願意的台南市 差不多接近100%的校長時間一到 沒人願意 又流下來 為教育來奉獻 都差不多就要退休了 你想要培養一個校長 不是要農費多少 我們的身份 才可以培養出一個優秀的校長 等他們就對了 他們的經歷 初任做校長之後 來拖一些經歷 包括他們 包括他們 擁有 做家人局 還有一個行政經驗 還有他們這些經驗 跟風雨 都整個 擲擲擲擲擲 他 不願意 為安 教育來做風險 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要最重最重的重視 我今天要問你檢討是怎樣 你要 本身 因為你要做過校長 你要做過校長 要換一個角度 想說我做校長 如果都做一個校長 都是 為安 整個 為你局長 算 如果說 在地上 為你打拼 為你做的事 會這樣做的校長 你要換一個角度 來和他們交換意見 你這樣就對了 如果這樣做 我相信有很多校長 他會願意 會流下來 除非 你看 像這幾年來 我15年的議員 我過去看 我黨府這些校長就對了 過去從教育去分的內情 整個陣子都不可以了 整個都不可以了 真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恐慌 對教育也有一個很大的障礙 你看這個村民的校長 現在過去 沒有一個 因為我們 過去教育有一個倫理 這個校長大家都有省 他們基障都有在交流 都有省 你看他們的倫理 如果主力比較親 他們這間校長大間 他就說 沒有辦法 你先去 讓你去 大家都願意 都想 在那社區 說要去比較大間的校 這樣 現在沒有了 現在喔 大間的校 他們如果沒有願意去 因為是怎樣 我了解的是 真的很多 他要有 有責無錢 不管 而且就對了 剛才行程 像教育的議員堂 我覺得這是不行 如果你們願意換個角度 還有 我們相關局勢 他剛才和這些校長 坐檔也好 開會也好 去了解 他們的訴求 我們如果教育局 不只扮演一個 說我們是一個 鑑督的角色而已 不但有鑑督 他還有協助 這樣會比較完美 不只只一個接比而已 如果說這個 村里面的校長 如果去到那個大間的校 他打出來 不是說 他們 第一的 行政經驗 也比較不俗 第二的 主力 還沒那麼親 去到大間的校 他們有什麼壓力 做一個 那些壓力來就對了 我還要說這要形成一個惡心的循環 到月他也是 時間一到 他也是 趕緊想要退休 沒有人願意留下來 有得很好 剛才等轉年的時候 但是 他也是一樣 可以退休的時間到了 他也沒有願意留下來 如果 他身體要再作用 再轉年的時候 包括 他的 學金力 跟他的主力 跟他的經歷 跟他的行政經驗 可以為教育做一個訪問 這有什麼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 都中了 含這麼校長 我就跟你說過 座談也好 跟他們交換一些意見 讓他們 找回來 以前過去對教育 有很多熱情 我覺得是對你 還有一個助力 因為你忙做好 就做著的就對了 做局長就做著的 時侯 我 整個 教育界就對了 大家退休就對了 到月你現在 訪跟你 你就要兵教育就做人 我相信你也沒有希望這樣 但是 欠缺溝通 有時候 學校 現在普遍的主員很少 現在頭都是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 國中 國小 對他們幫助最大的 加上會嘛 如果沒有加上會 倒下手 公正經的 我們的 教育金會 可以說很不足 我們 所有的教育金會 我們做局長 應該 要給的 還是要給 他們要給他 就要給他 只要對我們的教育 對這裡 我們的學主有幫忙 我們一定要 自己支持 自己收聽 讓他們做 做頭上在衝 感覺他後面 有一個教育的大教育 這裡有 拖廳 敢不可以收聽 我相信這個校育長 他會懷疑樓了 這是我 要求你 探討 會有一些 嚴重的問題 因為 這不行在那繼續這樣 大家都退休了 大警署 沒人敢去 到尾 這裡新影的效果 大家敢鴨子上架 沒辦法你也要叫他去 叫他去要怎樣 在那就對了 他也會造成壓力 靠水出來下去 看一間很大的公司 不可能 我們萬丈高樓平地址 达出达出任的校長 他也說從小的開始來學習 他經歷比較熟悉的時候來大經 不然那壓力是真的很大 真的有夠大 你看我今天去找到 看校長發生庫 那都站在12路口 在帶學生 你注意一下協同的安全 所以我是希望 你身為一個教育的大家長 你應該換個角度 常常有時間去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這樣我相信 他可以在到你的關心 在到我們教育局 一個大家長的支持就對了 我看他們會為教育 更認真得拚 也可以為我們台南市教育 注入一股火水 這是我要去建議的 第二點就對了 我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跟你說 你長因為我長時間很倉促 不夠有空 所以我今天你來補充一下 是跟你局長 本色是跟你提倡 可以希望說 這個 學校的學校 校長的出佐潮 你要用心一點 去挽回他們 找回他們那股的那個 熱情 教育熱情 讓他們願意 為我們教育 做風險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這個 比較長我的老子 粉絲給你啦 第二件事就是說 這個 我剛才跟你說這個情侶 長也跟你說這個情侶 因為 輸東西 我們的結義就錯誤了 因為我跟你說就是說 我們不能說過期的台南關 我們就要去對他們 也不能說過期的台南市 不然學賓 他們台南關就一定要去對 如果他們台南關的 政策是對的 我們對他們比較沒關係 如果台南市的政策 台南關的政策不對 我們就要去對他們 台南市的政策不對 他們也不用對 所以這個骨子就對了 你要想要有一個經尾在那 你看他可以應付多少的事情 我知道有的經尾都會 修理水電啊 不要再減耗鋼車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雜雜雜八的事情 有時候是一些 像飆車主要 集中要去那邊鮮滑 它有一個貨質的作用 你保險的觸碰系統 那如果 你如果不頂端到 那又不會啟動啦 那又不可以啟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政策我覺得是不對的 我覺得是不對的 既然就做了 像那一句 那一句話 我不要負責金 好對 我會好對 我會把學校拜六禮拜都關起來 本來拜六禮拜安好 本來就是那個 跟老伯生跟社區 都一體 大家都有在互動 這拜六禮拜關起來 要進去運動不可以運動啊 到 回來 投訴啊 給我陳情啊 我再去拜託學長開一開 為什麼你要關起來 他說沒辦法啊 我沒有關起來 這裡過去都有一些經尾在動 有一些都 還要穿到這樣 還有補本兩人在那邊 鮮罰啦 還有你那邊 蘇方煙火 有沒有 那個經尾會動 這樣 有的你還說房子 那房子的公益保留 那牌有沒有 他們說 他們沒有 沒有經尾 覺得這一個 危險的 學校 他們 沒辦法負責 如果出事 他們要負責 公共你們不負責 他們要負責 所以就叫做 有責無錢啊 所以 纏對這兩點 你也可以修課一下 因為我希望說 你做一個 有擔當的教育大家長 你認為做的事情 就要做 做對的事情 做應該做的事情 這樣比較正確 我們不必 如果我們 熱市長 如果說叫你做什麼 你覺得他不對 你也可以跟他建議啊 我相信熱市長 也名利的人啊 不是說他 沒有請我們局長簡單回答 非常謝謝鄭議員 真的是苦口婆心的 來跟我們指導 校長的這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現在 算說盡量 我們要支持校長的這部分 我們一定要做 譬如說 其實學校有什麼事情 我都請我們的 讀學第一時間 一定要跟學校 來協助 我們學校的行政 做回來處理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經費這部分 其實市長也很支持 所以我們 今年的醫生裡面 有很多的新興計畫 就是以前在醫生裡面沒有的 這也是希望說 對我們的學校 各方面來做一個 算說 大家明顯看到的 支持的力量 和校長做人 這個我會來處理 會來做 很感謝鄭議員 跟我們的指教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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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讓我們杜蘇議員先 好 謝謝姨子恩 謝謝主席 局長 剛才我們正議員在講 校長的退休潮 我想這真的是要好好去把人才留置 因為真的 在教育這塊經驗非常的重要 學長他所經驗幾年來累積 他退休了 我們還要培訓一個新的校長 這真的是滑不來 對學生也不好 這點我再補充真言 是 謝謝姨 這個講 再來就是說 在這裡也休閒先給你感謝 我們德南國小 終於 這樣在今年 我們要下半年度要開水 有增加了兩班幼稚園 直接給你感謝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外印象中 在縣市還沒合併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推我們 國小的英語班 那麼後來合併到現在我們國中 國小的英語班 在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我有看到嗎 在我們今年度 我們有辦了市場 就是3月2號16、23、30 我們有辦了這個英語的研修院嘛 包括我們就是要提醒我們英語 因為為什麼 你在這裡面的時間來辦這裡的社長 到底吸收的效果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說 也不可以說 只有在一年內只辦了幾場 你還有說 我們有聘請 法國的那個外語老師 他們這個學會 來幫助我們 包括我們學校的老師 也都去參與 包括有國外的志工 都要來 跟我們交流 讓我們的英語更進步 這很好 但是我就是說 我們不要說 只有幾次的辦 應該說 我們要怎麼把我們的英語 發揚出來 現在在我們台灣 我們所有的英文 我們沒辦法 一直發展到很好 因為我們都沒有對上 好好說英文 小孩在學校後 回來 家長不可以說 所以 他都沒有練習的機會 很多時大人會把小孩送去國外 給他英文 趕快 因為他 沒有 不能 講台語 每天接觸就一定 英語英語 他沒有英語 他在國外沒辦法成準 像現在的小孩真的是 真可憐 很小 包括我們那個孫 兩三歲而已 就都英語 回來都跟阿嬤說英語 阿嬤說 你說什麼 你要用國語跟阿嬤說 阿嬤聽了 阿嬤說 他們一定要有 每天講 這個 他比較有法度增進 他的能力 所以說 我們一年辦了幾場 還有他們的志工 要來跟我們交流 這個 一定要把他非常落實 不然 你不想說他要來多久嘛 阿嬤就來那一邊 像那蜻蜓點水 回去 阿嬤在學校 還沒辦法一直去發揮 說很快 沒有對上行的 讓小孩去發揮 不是小孩不會向英語 是環境之下 所以說 我在這裡要拜託說 因為我們已經 推動這麼多年 的英語 所以說 我的印象中 在台南線的時候 英語教師 一年科有夠多 一直招募英語教師 我希望說 這些教師 以外 是針對英語在教學生 我的印象如果沒有錯是 英語根本就沒有用那麼多 這些老師 英語老師 都分配到一般的學校 這樣就沒辦法 那個時候 我們這麼好的 演點 跟說 沒辦法 讓他們 真正學到 真正的英語 真正在對話 這是我的補充 阿你簡單答覆一下 謝謝 非常謝謝杜議員 對我們英語教學的 這個支持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 分成幾個部分 剛才杜議員看到 就是我們 跟南台科大合作 辦了幾場次的 那個教師全英教學的研習 那我們現在暑假 還會跟這個 英國文化協會 以及包括南台科大在內 我們會再辦更多場次 就是希望我們 每一個英語老師 他其實都可以受過 專業的這個知能的提升 來在教學上 可以實際上來運用 那另外我們呢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也利用我們的輔導團 進行所謂的分區的 跟英語老師 座談的方式 這個座談的方式 就是面對面溝通 看實際上在教學現場上 有遇到什麼問題 是很想大家用討論的方式 讓他們來交流 來找一個更好的方法 來教我們的孩子 第三部分 就是我們 真正的孩子的部分 我們現在呢 也積極跟我們 台南嘉義高雄的 這些大專院校 在做合作 就是說他們都有一些國際生 是 也有一些 這個 所謂的 這個我們在大學裡面 英語程度非常好的學生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來跟他們合作 就是說希望說他們可以 推派這些人 比如說我們國小的社團活動的時間 或是我們寒暑假要辦一些營隊 課後照顧 這些國際學生跟這些大學生 可以跟他們合作 對 對 就是讓我們的孩子有一個環境說 你有一個對話的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是全面的在做 也希望說我們真的是很落實的 這個是我們現在務實的方法 謝謝都議員的指導 謝謝 我的重點就是要落實 要落實 一定要落實 比較不會覺得說我們當初招募那麼多 英語老師進來 是 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的議事堂 大家每一個議員 對到我們的優選角度來看 個人的觀點是不一樣 有時候譬如說 我們是站在一些 這樣從中協調的角色 所以說在這裡也拜託局長 可以盡量把事情處理好 處理好 不要說說之後 會覺得他為什麼還沒有這樣做 這點我也在這裡做一個拜託 是 謝謝都議員 好 謝謝 感謝主席 OK 謝謝 謝謝 來 多謝都數議員 我們下面請教委員會的委員 呂文穎 呂議員 好 謝謝 感謝主席 局長 不好意思 我想要跟你討論一下 我們台灣市的特教的一個問題 我想局長 你在業務報告裡面很清楚 我們的特教生 這樣子大概有5610位 我想請問局長 我們的國中國小的特教生 應該大概是採取兩種 就是集中式跟分散式的一個方式 我想請問局長是 在分散式教學的裡面 大概就是我們比較了解融合式教育 那我們的師生比大概是多少 在我們台南市 就是特教這塊的師生比 我們是原則上是1比10 那 是國小嗎還是國中 整體上來看是1比10 1比10 對 那當然他不會說完全都是1比10 因為有時候班級上會有一些增長 所以我根據我之前所看到的資料 就是有一些部分他可能也到1比8 有些部分可能到1比12、13 就是每一個班的狀態不見得是完全都一樣的這樣 所以剛才說的是一個平均值 是 那比方說那如果是在國中咧 國中喔 國中應該也是這個 你剛才說的是一個平均值 我想比較想請問 因為他每個小朋友的各階段都有不同 所以我想要請教 那國小跟國中我們有差異 這個我可不可以請我們特幼科科長來說明一下 原則上是我們用同 跟謝謝議員的關心 局長你先請請請請請 我們的平均實際上的平均資源班跟巡迴班 目前是1比10.5 就是目前的實際的數字 國小嗎 國中跟國小 國中跟國小的平均 所以你國小跟國中你剛好分開 對啊它是不同階段別是不同的特教老師 好那我單純問你國中 國中的比例是多少 國中目前如果是資源班是1比10.5 1比10.5 巡迴的稍微多一點點 大概會到12、13 所以是1比10.5到1比12或1比13 好 那個科長請坐 局長我想跟您請教的是 剛才其實你也有聽到科長有清楚的提到說 特別是我們國中的部分是1比10.5 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有可能是1比到1比13 那不過我想這個局長 建議局長可以去參考 最近的台中市的一個說法 那台中市最近也有行文去給這個 他們有修改他們的特教相關的辦法 他們有把原本的比例 是原本從1比9 1比8 然後調升到1比7到1比8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特別請局長 那是不是可以參考其他各縣市 那我想這個在特教生的部分 我想特教生不只是家長在照顧上可能會 比一般生還要辛苦以外 當然相對的在學校裡面 那可能某個程度上我們也需要用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人力去關心這個小朋友 特別是他有可能比方說他可能是 我們以一般來說是智障生好了 那他如果是中度以上或重度的智障生 那他可能他如果融合在一般生的教育裡面 那他在上下課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另外 比方說他可能就老師要特別關心他的行動 或說甚至不知道我們有學校有沒有配備 那個比方說像助理員 那如果依照他的這個狀況 會那個作為補助這樣 那你的比方說你的助理員 你的比例上是怎樣的去分配呢 我們原則上助理員都是看個案 就是說這個學生他的需求這樣子 那所以他是如果他有需求他提出申請 那我們會根據他的這個障礙程度 再來做一個審核 所以他其實沒有一個就是說 沒有辦法講一個比例這樣 好 那我想就是要建議局長 就是像剛才我想說的 就是說除了像助理員 你們應該去按照個案去做配套 那整體而言 那我們的特教師的一個比例 那希望也可以有所精進 那局長不知道這個部分可不可以答應我 好 是這個議員非常謝謝您關切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很直接的跟您報告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跟這個教師團體啊 在做座談的時候呢 其實工會教師會他們也有提出來說 我們也是他們希望說我們可以盡量 努力往1比8這樣的一個狀態來努力啦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就是說在教育部那邊 也有跟教育部做相關的討論 就是如果說我們要往這個目標來做的話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這個教育部這邊 可以給我們經費上更多的支持 這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 像前一陣子媒體也報導過說 現在在這個障礙別這個部分 學習障礙的比例非常高 那這個學習障礙的比例非常高 其實它的類型又分得非常的多啦 等於是說我們現在在障礙的 就是說在鑑定這個部分 其實真的學習障礙佔了很大很大的這個比例 那我們其實也跟專家學者有做過一些討論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在學習上 因為它是學習障礙嘛 所以我們在學習上要用什麼方法再來協助他 那我們也願意就是說 再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協助這些孩子 起碼這些孩子以後都要有 就是說自我謀生生存這樣的一個 那您剛才的建議呢 我們一定會呢 來做這個努力跟評估 好 謝謝局長 那我想另外再跟局長討論 就是我剛才從你們業務報告裡面 也有特別提到 我們的104年度的疑似生 大概就有1239名 那我想如果疑似生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做什麼樣的控管 或怎麼樣的去觀察的一個部分 這個疑似生的部分他也是經過專業的評估 那只是說他的可能程度上還沒有到 我們是觀察多久呢 持續觀察 持續觀察多久會去做重新鑑定 他應該是每年都在做重新鑑定 每年都會做重新鑑定 那可能他就會變成是正式的 這個生意障礙學生 那我想就是 那疑似生他可能就是 介於一般生跟 還有生臟的同學之間 那不知道在老師的配置上 他是 他如果以 以例來算 他是1比1呢 比照這個一般生是1比1呢 還是幾個會抵一個的一般生 兩個疑似生等同一個 兩個疑似生會等同一個一般生 那所以其實這個還要回歸到 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那也期待這個局長 因為他雖然他需要觀察 那不過既然他是疑似生 那他應該是本來就有別於一般生 所以老師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還是必須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或比較多的心力 去關心這個疑似生的一個部分 甚至還必須要特別了解說 他是不是會發生其他的一個 突發性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有機會 你現在是以兩個疑似生 抵一個一般生來做換算 那是有機會可以再 這個降低一下這個比例 讓這個特教的老師的師子 可以多增加一點 那對於這些特教生 可以多照顧一點 是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內部 也有做過討論跟評估 那我們也有參採其他縣市的做法 就是有部分的縣市呢 他其實連儀式生他都沒有列入才認這樣子 那我們從就是台南市其實市長 因為非常關心弱勢的關係 所以也特別把這個儀式生的部分 納入我們的這個特教的照顧跟關懷裡面 那這個部分呢 謝謝議員您的建議 我們也會再來做進一步的評估 謝謝 好 那就謝謝局長 謝謝 好 那我們再來請我們交易文會的委員 陳怡貞 陳議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想請問局長 這個滑板算是一項運動嗎 滑板喔 應該是也有運動也有遊戲的這個成分 那其實應該 那局長知道說我們台南有一個極限運動場嗎 我知道在我們那個永華田徑 永華體育園區 永華體育園區那邊 那有這樣一個運動的場域 我想可以確立它應該是一項運動沒有錯啦 那其實這個滑板運動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這個東京奧運 有可能會把它納入為一個項目 那其實最近其實台南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在從事這樣子的運動 可是它向本席反映 他們其實找不到比較適合的場地可以去做這樣子的運動 他們就覺得非常的可惜 那其實在看看說我們這個極限運動場 局長你有去過那個現場嗎 有因為就在我們那個田徑場的旁邊 應該有經過去看過 對我其實有進去探過 然後也有一些假日也有一些民眾會在那邊做運動活動 做運動這樣子 年輕朋友 局長你晚上有去過那邊嗎 晚上我就比較少耶 沒有少去過 那你知道那邊它的開放時間是怎麼樣 開放時間這個可能我要請我們吳處長說明一下 處長它的開放時間是怎麼樣 下午4點 總共都開放到晚上 晚上幾點 大概9點多 4點到9點而已 所以只有下午4點到9點 對我們早上它也有開 早上大概大部分都是下午4點到9點 4點到9點 對 那晚上你有去過那邊嗎 有經過 那你看你開放的有經過啦 那我想只要可能局長有空的話是處長 這是你主管的業務 下午4點到9點 歸看看 那個晚上的燈光其實是非常的微弱 那其實對他們在那邊從事運動的人來說 光線很重要 其實這樣微弱的燈光其實是很容易發生一些危險 所以我想照明的部分處長這邊 應該要再去看怎麼樣改進 然後怎麼樣開放的時間更友善一點 讓這些運動的朋友可以更容易的去那邊運動 然後你再看看我手上這個 這個是我們場地的圖 圖片 整個都是剝落 非常的有些坑坑巴巴的 其實他們在做一些運動的時候 其實有這樣子的狀況也是非常的危險 就是這個場地其實有很多破損的狀況 然後現場有很多的裂縫 有一些龜裂 地板上有些龜裂的形形 那其實他們是這樣子在地上滑來滑去 其實這樣子的場地對他們來講是有一點危險 處長 你有沒有去看過 那個我今天下午 我等一下就先請通人馬上去看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想其實這是台南唯一一個極限運動場 目前唯一一個嘛 那其實這個場地維護的狀況 其實需要更加的用心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在從事這樣的運動 那怎麼樣去讓他的運動風氣可以更加的盛行 或者是培養正確的這個運動的觀念 其實我們 處長這邊局長這邊可以來加強 那 所以我想這個場地的部分其實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全台南那麼大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場地 那其實這些這些運動的朋友其實他也說 其實我們這個極限運動場的場地 其實是相對是比較專業的場地 其實不適合一般剛剛入門的街頭玩 街頭的這些朋友其實來從事 其實他們有分 其實如果是比較入門的 其實我們那個場地 他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做一個使用 所以局長我們有沒有可能 局長跟處長這邊有沒有可能再找一些相關的一些場地 然後不管是跟我們的公共環境做一個結合 來夠提供他們能夠有一些可以讓他們去練習運動的場地 局長我們這邊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有關要新設場地的這個部分 我會請我們體育處再來評估一下說 到底我們在各就是我們附近 這些地區有沒有閒置的空間 然後可以來做一些建設 其實青少年朋友有正當的休閒活動 這是非常好的 謝謝議員 是值得鼓勵 那所以其實我想處長這邊 如果有這些相關比較適合場地 其實可以多找一些這些 有在從事這樣運動的 不管是老師也好或是團體也好 跟他們來討論一下 看是什麼樣的場地 其實比較適合他們使用 那我手邊這個其實是在丹麥 他有一個地方其實他就是去打造 平常是滑板的練習場地 可是到了下雨的時候 他變成是一個蓄水池 然後他跟公共造景結合之後 其實他平常你看到時候是非常漂亮的 然後又可以讓這些運動的朋友在這邊運動 然後下雨的時候他其實又有一些功能 其實多功能的方向是我們可以去考慮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也是受到這些 這些在從事滑板運動的人的陳情 所以在這邊跟局長這邊提出 那也希望局長跟處長這邊 我們除了因為大台南這麼大 絕對不會說只集中在我們這個永華這邊 在從事這樣的運動 其實全台南大台南的朋友 他們都需要這樣的運動 那可能他們現在都必須四處去找 那其實我想我們公部門應該來 幫他們規劃一些更好的場地 讓他們可以去做這樣的運動 謝謝處長 那局長我再跟議員請教一下 今年像我們有一些在外地 擔任教職工作的這些老師們 今年我們開的這個借聘單調缺 我們會開出多少缺 我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室內借聘的這個部分 那要先等室內借聘告一個段落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去了解說 這個我們可以開單調缺的缺額有多少 那因為我不清楚說議員您請 您問的是國中還是國小 如果是國中的話呢 我們今年是沒有辦法開缺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開缺的 那國小的部分呢 國小原則上每年我們都會開缺 都會開缺 那去年開了多少缺 去年開了 那個益順科長可以補充一下 跟議員報告 因為他有分單調缺還有多角調嘛 那議員問的應該是單調缺 我們是一般教師有開30個缺 然後家住英語專長有13個缺 那專任輔導教師有9個缺 所以我們開出來的缺額應該算很多 算很多 跟其他縣市比較我們算是開很多的缺額 那其實對於這些其實在外縣市服務 想要回來的這些老師們 其實我手邊這個例子 他其實已經在台北市服務二十幾年了 那其實我們好像都規定說 要160分才能夠參加這個調的動作 那這個老師他每一年 他在那邊服務了二十年 然後再很努力 其實就是160分 那其實對於他要調回來 已經苦等了很多年 那當然還是期待說能夠有更多的缺額 開出更多單調的這些缺額 讓這些老師能夠更快的回來 那因為他其實他也 您剛才說到什麼多角調 那其實台南是非常非常熱門的地方 其實多角調他其實都是不大容易可以成功的 所以變成他還是要回到這個 這個借聘單調的這個部分 但是他就是一直每一年都這樣準備 其實也都沒有這個好的機會 那所以還是當然科長說相較於其他縣市 我們算是有很大的努力 讓這些老師可以回來 但是還是要繼續的加強 我們希望說有更多的缺額 然後讓這些老師可以回來 那我們今年國小國中 教師徵選的部分呢 在教師徵選這個部分 我們國中今年也是一樣 因為減班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有徵選缺 那國小的部分還是會有的 大概多少個 目前因為我們去年是100多個 今年可能會比去年還要多 還要多啦 那我想這個教師的員額 這其實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有很多在外面流量的老師 有的想回來台南 有的想進入這個體系工作 來擔任教職 那我想不管是缺額的部分 還是讓他們可以更快的回來 我想這個部分 也請我們教育局這邊 要再多多努力 讓這些在外面的老師 可以趕快回來 謝謝局長 謝謝科長 謝謝議員的指導 謝謝 好 我們再來請蔡玉輝議員 我 請蔡玉輝議員 請蔡玉輝議員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 是要做後面這裡 你別跟我說過有的你關不走 你說不好啦 有事實沒有啦 還是說 高通施設施沒辦法 跟人家說什麼單位你知道 王府座兩個座座都知道 到底你是有辦法關於 後面這些廚 各方面的單位主管沒有 還是說 要市長必須長同意 跟議員報告 其實整個教學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我們大家就是希望做那些努力打拼 把我們各項的工作能夠盡量做好 意見相做的時候是你做主還是別人做主 我們會討論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你去年跟我說的 有可能就是有稍微看 我不要說你說詐騙 我感覺你就是不要說什麼藍什麼什麼 不要說 你說話就不實在了 好 議員我剛才有跟您報告 我放一個論文台 我放一個論文台 我讀好 好 久年啦 久年 我先說 再繼續說 你放的中間怎麼不做我再說 這人你注意聽什麼 有出來到哪裡 我們現在的那個契約草案已經完成了 現在在送審核檔 好 請坐 市長 我想李議員要跟你拜託 這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沒有選手 在早晚沒有 有用水鐵糖訓練 跟附近的議員登場 影響標記 標記的秋風 不希望說會保 訓練選手時間 我們開放全部的水稻 其實那時候沒有很多人在搖 一個王子中教練 那時候 鐵台南館 不用很多長跑短跑 叫他用選手 那些人那時候 因為 有體育 自由的 或是孩子都要做老師 我希望你可以慎重 就是說 在花很多錢的經驗資料 可以在早晚八個水稻 全部提供讓選手做信念之用 當然這錢 秋風 會 減少多少 那時候 學科時間沒什麼人 學科時間沒什麼人 差勢 可能輸到 多少人 人比較多 我們適當的彌補廠商 然後 提供 一些信念的場所 讓選手可以去游泳 但幾乎我們 台南市 過去光榮的游泳的歷史 齁 所以我叫 很多人也要訓練 你不 有憑慶祝 要做選手 可是有選手之後 不然我再來證出光榮的歷史 沒有我們台南館進 我感覺說 台南市 真正解 說這個有多好 我 我真的很質疑 好 我第一次請到市長 大科學 議員在工作報告之後 都會回覆 因為你有記錄 有人在記錄 後面在記錄嗎 有人後面在記錄嗎 有啊 議會也有在記錄嗎 好 你們有在回覆議員的執行 的內容 有答覆嗎 有 有 都是由我們秘書室這邊 來處理這些案件 不然這間 你回去給我參考 我有收到嗎 好 這個我請那個 林永祥林主任 只要那個 議會有相關的文 給我們 我們要我們回覆 我們都會依照規定來回覆 我前面回去一直翻 資料 跟資料報告 沒有啦 好 前面 我台語在講 我前面一直去 問兩個教練 兩個教練 一個書教練說 他成功訓練選手 三十個 一個王教練 十二個 加起來四十二個 以前 我再問你們選手 在訓練 一個最多 大學 可以最高容納幾個人 他說 六個就 太多 因為頭前油 後面又油 繼續油的時候 到頭前動到後面 停下來的時候 沒有辦法訓練五十公尺 我們 我管室 可能五十個左右 你說後五十個 你就可能 同意 不然我們就繼續在對談中間 你說後四五十個 你就告訴我 你同意 專門的教練 你可以問一下 你最多 我你同意五的水準 在四十二的經濟 就明顯 就是不夠 當然 我不要這樣說 我不要 我不要 因為 我的兒子 我女兒 我女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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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過去的歷史 我們 當初我也 很多學生人 我們替他們做老師 下個孫 給他們教育 讓他們去科書 才可以科學 之後 大家共同生命一體 可是我 我覺得我們其中 很完全 為你仕途 我跟我們講 就是 沒有錢 辦沒有錢的事情 在廟 秋雄為了生錢 秋雄為了生錢 把那些水 放不完 都 很多 水放不完 泰哥都卡在那裡 那些教練 就跟我們講 這種是有正義性的議題 過去 都我們其中有管 我們要生錢 就不要管 幫我秋雄 不管秋雄是 他的教練有夠 沒有夠 有沒有維持規定 講一個比較難聽 是沒有死人 死人齁 你們教育團 我們托監督之作 因為 要害怕兩個人 在做 教練不夠 這麼大的規定 要死的教練 議員 我跟你報告 就是說 我們只要委外 因為按照規定 我們要先用促餐的方式 去進行委外 那委外之後 由廠商來維護 對不對 不管是廠商維護 營運 維護 或者是我們自己管理 我們在救生員 那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按照 我跟我們說的 這件事 就是說你們 我說不一定 你們不要相信 你們就 表嘴出你們的事情 我到處不關 沒有 這個我們都會去查核 查核 你們在說的 過期很久了 這是都告訴你們 我們跟我們說的嘛 就像是水都放過不夠 放過不夠 這泰哥的卡在那上面 我都不跟你拜託 因為我感到跟你拜託不好 因為你們這個人 感到都是 在我們秘書長指導之下 唯利是圖 沒有在管孩子的前途 醫院 您如果講說 那個水質不好 那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嚴格要求 為什麼 因為去游泳 你還如果呢 導致身上的 我妳說是說 衛生指揮去檢查 水一半不夠 水沒有在流動 所以這個我們會 如果我們委外出去 我們一定會嚴格 來要求廠商 結論我不要跟你拜託 我昨天 或許有個嚴省機制 說得比較超過 我對你抱歉 說算一個問題 提交營住民的議題 我跟你抱歉 那個不是跟 那個不是針對我 我針對你啊 我昨天是針對你 我只是想要跟議員說明說 不要用族群這樣的議題來操作 沒關係啦 我昨天還要針對你 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 因為大家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好 沒關係 來 市長 你要知道要限制合併 在元首台南館有一個鐵會 台南市有一個鐵會 因為合併 可以存一個鐵會 元首的台南館 我們鐵會 單向委員會來自 多少去併入元首的台南市 鐵會 這間接就是什麼 間接到 這個推動的問題 因為 我們很多鐵會 鐵會 就是提議會 單向委員會的補助 一個鐵尾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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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 憶活動 定義給你消滅 這就是元首的台南館 ские plant 佐藤子 在蔡武 revival理事长 元首海大南館理事長 指導之下 合併都是給大家共識 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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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和國和國和國國和國玩 國的人 ange ant 挑出 挑出單向委員會補助 你剛知道台南館多少 你現在如何去併到原先的台南市體會 單向委員會 你剛知道 這個部分 我有了解到就是說 當時如果比方說都有某一個單向委員會 你剛知道多少台南縣的單向委員會 給我併到台南市 我可能要請吳處長 好 吳處長你講 你知道不知道 總共有 它是前台南市體育總會裡面 我們沒有全部調查 你應該知道 吳處長 我告訴你 抗拒到什麼 你請坐 因為教長我沒辦法跟你講 我也沒什麼問題 問你也沒什麼好 這人抗拒到什麼 你知道 主管的分配 就是資源的配置 對啊 一個原宿噴火台南館 抗拒到把官司的台南市消滅 因為單向委員會把台南市唱去嘛 自我這樣分配分配在我 單向委員會 台南館都沒有啊 合併了就是這個結論啊 合併了就是這個結論啊 你想看看 你多少 跟台南館的官司的抗拒到我手 機長 你去了解要跟我說 看大個台南館的單向委員會 像我本來 又歸台南市 他跟我說一年在台南市要辦 一年在台南館要辦 才有 用會員變台南市 好 我們再來請賴會員賴議員 好 謝謝主席 那個 局長 我們這兩天一直在講少子化 少子化造成抄兒教師 何去何從 今天我要跟你探討的問題 剛好是比較特別 因為在我們新興區有29個里 有一個里 它是一個新興的蟲化區 它外來就是說 它的地價非常貴 然後就是它是一個高級住宅區 那這幾年 這幾十年 就是說我們這個區的人口 增加了非常多 叫做新東里 你知道這個里有多少人 大概有沒有一個概念 這部分我要查一下 好 我跟你說 這個里有將近1萬人 當然在沿台南市來講的話 它可能不是一個特別明顯 可是在我們新興就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一個學區 那在這個學區裡頭 它只有兩手幼稚園 一手就是一個 私人辦得非常好的小太陽幼兒園 一個就是我們心態國小 複色的一個幼兒園 那在這上頭的一個數據裡頭 呈現出來的就是 每一個每一年每一年 我們就是三歲到 三歲四歲五歲 我們選年的孩子 其實光是只有三年 它就增加了兩百七十二個 兩百七十二個 所以心態國小的複色幼稚園 一年一班你核定三十個 那小太陽幼兒園 你核定了一百五十個 造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現象 你知道嗎 局長 學校在我們隔壁 我們沒辦法讀書 我們必須掩護外 把孩子送到很遠的地方去念書 為什麼 我講了這麼多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核準 因為你核準 醫院指的講是說我們公立幼兒園 這部分的這個 核定的招生數額是 太少了 太少了 有沒有硬體 心態國小有沒有硬體 心態國小的空間 我們看起來目前 是 就是讓我們這些學生來活動 是足夠的 是足夠的 當然是足夠的 我跟你說 其實問題又處在哪裡 處在沒有錢 對不對 你如果再核定多一個班級的話 可能這個優點多核定一個班級 可能要多幾個老師 原則上要兩名嘛 一比十五的情況之下 那一個班是三十人 那另外還有教保員的部分 對還有教保員的部分 所以我想你要正視這個問題 這剛好是一個非常特別 大家都少子化了 我們這邊的孩子多了 多了以後 結果竟然不能在自己的 一個比較鄰近的學校來念書 這個造成大家 交通上非常的一個不方便 好 局長 我在這裡再請教你 你看我今天 我去借了這個 每天早上 我這個是一個高級配備喔 我跟你說 如果我有三個小孩 那我一直在我們那個 那個新營區的那個 新進國小 當了十年的那個志工媽媽 後來我現在當了議員以後 我發現我那十年 我實在非常的勇敢 因為為什麼 我都在交通指揮 交通指揮那個工作 事實上很多志工媽媽 他們其實是比較不願意 去做這些交通指揮 那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每一次都跳跳跳 只好跳到交通指揮 那我現在回頭去看的時候 我最勇敢 我跟很多志工媽媽都很勇敢 還有很多導護老師 也是非常勇敢 因為他們在毫無一些保障的狀況之下 他們每天就是因為兒童的安全 他們站在第一線上面 所以局長我想請教你一下 我們的教師擔任導護 這個有沒有法言 這個議員這個部分 就是說 有沒有法言 長期以來呢 我們在校園裡面 尤其是國小 就是老師擔任導護這個工作 是他把它當作是一個 學生輔導的一個範疇裡面 所以我們也非常感謝 就是所有的老師們 他們願意來承擔這樣的工作 來維護我們學統的安全 可是局長我跟你說 你有沒有想到 他們在第一線的這些教師 這些導護老師 顯然你是沒有法言 你是用責任感 付助於給他們對不對 這樣聽你講起來 沒有嘛 那個法員的部分 我是可以請我們 好來社交科科長來 社交科 局長你請坐 好謝謝 科長 謝謝議員的指導 每一年的導護老師 有沒有受訓 我們每年有一次的導護志工受訓 就在我們導護志工表達會前面 每一年的那個導護老師受訓 對我們有一次的 多少人來參與 我們大概都一百多個 那你全校 你前台南市有多少老師 我們 我們台南市有多少老師 我們 我們前台南市如果說 應該有一萬多啦 一萬多你才一百多個來受訓 夠嗎 不夠 顯然是不夠齁 好 科長我再請教你一下 你把教育部 就是我們交通 交通部有一個補助 每年補助的一個250萬 你把它用來做什麼 那 自公媽媽的一個表揚 一年一次 還有呢 那我們有一個自行車的一個 安全的一個延期有兩場 好一個自行車安全的延期 顯然你把這個250萬的地方 是不是應該要再討論 確確是不夠的 你沒有把錢花在刀口上 我是自公媽媽 我是導護老師 我站在第一線的時候 我有沒有保險 那自公媽媽如果說 所以家長會要去負責 對不對 沒有 我沒有醫外險 我沒有家醫療險 對嗎 沒有嘛 家長會要負責嘛 我已經問過好幾個家長了 然後我在求證校長 事實上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出了事情怎麼辦 出了事情怎麼辦呢 我們導護自公 如果有拿到自公所冊 是由我們 你只是每年就是這樣子 給他表揚 讓他有容易感 可是我要實質的啊 實質的東西在哪裡呢 沒有 我們意外險 沒有啊 所以我跟你講啊 你要知道這些自公媽媽 這些導護老師很勇敢 在交通擁擠的時候 他必須要以肉身去擋車 他沒有交通指揮權 他也沒有司法警察權 他怎麼來做這些事情 他這個哨子怎麼吹啊 他吹了以後路人不聽的話怎麼辦呢 他可以告我們耶 他告我們違反交通耶 所以這個配備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困境耶 那整個制度面 也有很多需要檢討的 還有 你要講說 你要講說 我們有配一個 警察局有配一個警察 那在現場 可是我跟你講 我查了一查以後 我發現 警察局告訴我說警力不足 所以只有集中在幾個學校 大學校有 小學校沒有 小學校哪 學生安全不重要嗎 不重要嗎 重要啊 所以你要怎麼做 那跟一座報告好 那有關於導入志工 我想在保險外面 只要有拿到志工手冊 是由本府本區編內預算 給予一個共同企業的一個保護 只要有拿到志工的手冊 你就有保險嗎 有 那如果說沒有志工手冊的 課長你都隨便跟我回答 這樣我要跟你翻臉喔 這麼多的志工媽媽 是沒有保險的 我們是導護志工 好導護志工 你全市的導護志工有多少人 這是你的權責 你說得出來嗎 有兩千多個 兩千多個 這兩千多個都有保險嗎 都有 我們每年有十萬多的一個經費 有包括志工手冊的 是比較便宜 那如果說沒有志工手冊的 是以另外那社會局跟保險公司 為什麼科長 你的資料跟我調查的 跟校長的回應完全都不一樣 你要我下午再問你嗎 我要繼續再問你嗎 那我們私下再跟 我們私下再溝通 我們私下再溝通 來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跟你說 你請坐 局長 課長在他的專業上顯然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一個資本他的資訊都是不足的 議員我跟您報告一下 根據我的這個就是記憶裡面 我們在找護志工的這個部分 您有手冊的 局長 你的記憶裡面 校長跟議員跟教育局是不是一個夥伴關係 是 那當然 我跟你講有很多事情 就成如蔡議會議員講的一樣 做不了主 你做不了主 你很想把教育辦好 可是你沒有很大的一個權責 這個我們大家都能體會 可是在這裡我跟局長提醒 我跟你講誠意是非常重要的 北門區大信營區的一個校長座談 你辦了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趕快辦 然後把我們這些當區的議員也邀請去 我想透過你的誠意 有很多問題是可以溝通可以解決的好不好 就你的記憶再提醒你一次 北門區大信營區的校長座談是還沒有做的 這樣可以嗎 是 議員我要跟您補充一下 謝謝 就是有關於那個導護制公的部分 我們會把相關資料提供給您 因為林友 好我們再來請按照按燈順序要請郭國文 可是唐碧兒議員跟郭文調換 所以我們先請唐碧兒議員 謝謝 感謝主席 陳局長 這個安平區西門國小有一個外國人叫做安德魯 他去年參加我們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台蹲點計畫 也就是說打工度假的這個方案 今年自己又回來到台南 透過這個打工度假他愛上台南 所以他來到偏鄉教英語 那現在已經是實習老師了 那我們這個方案是針對頂尖大學 教學卓越的大學 還有典範科技大學為申請的對象 那教育局可不可以跟這些位在台南市的學校另外的合作 讓更多的外國青年來台南交流實習 非常謝謝唐議員在這個部分給我們的指導 我們現在也的確在跟我們台南高雄跟嘉義地區的大學 來合作 因為現在大學都有所謂的國際學生 然後另外很多大學他的這個大學生他們英文程度也非常好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整合式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來加強我們學統在英語學習方面的這個提升 謝謝 那 許醫長 現在我們仁德區 釜山國小 一個主流 全世界有50多個國家參與 但是在教育局的 我們的工作報告 沒有看到相關的 關於這方面的政策 這是天鄉小學 轉型的一個機會 未來我們是不是要推動 未來要不要推動台美永續學校 夥伴的計畫 我們是不是還會推廣 是 謝謝議員 剛才您所說的其中一個學校 虎三國小 它就是台美夥伴學校的 一個非常典範的學校 生態教育這個部分 環境教育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一直都結合 整個我們低碳大台南 這樣的一個政策在落實 那我們也很高興看到就是說 這次在實驗教育的 這個實驗學校的提出裡面 有多所的學校以生態教育 作為主軸 所以局長就是未來會繼續推廣就是 好 那第三點 本席要問局長是 國家防災日 從去年的9月 我們台南市動員16個局處 才辦過 那教育部呢 教育部呢 總動員 四百萬名的師生 在學校蹲下 掩護 穩住 才辦過 那教育部 這個 這個是我們 從小時候就開始的這個 防災的教育嘛 對不對 我們也是這樣 老師也是這樣教我們的小朋友嘛 對不對 那要不要更新了 我跟這個議員報告 就是國家防災日921 就是說每年9月21號早上9點21分 全國所有的學校都必須要統一做這個防災教育的演練 那除此之外 我們呢平常也有在落實在教學裡面 在防災教育中有一項啊 叫學生寫什麼 家庭防災卡 我請問一下 如果地震來的時候 有誰會記得帶家庭聯絡部 三一東日本地震 東日本大地震出現了一個奇蹟 叫做什麼奇蹟你知道嗎 叫做斧石奇蹟 斧頭的斧 石頭的石 叫做斧石奇蹟 那為什麼叫做斧石奇蹟呢 岩守縣 斧石市的這個斧石中小學學生 有學生喔 不是有老師喔 由學生帶領學生跟鄰近的居民 自主移動到避難處所 但是後來他們又研判說 這個海嘯有進一步清洗他們這個避難場所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又再次避難到更高的這個避難場所 因此腐蝕國校全校184名的學童全部生還 全部倖存 沒有任何一個學童罹難 因為三一大海嘯來罹難 所以局長我們本市五百七十七處的這個避難所 我們台上市啊 隆重五百七十七位的避難所 我們有這個幾個嗎 跟議員報告齁 其實我們所有的避難所齁 就是說如果是在學校的 其實都也是跟社區齁共同來這個使用齁 那您剛才講的這個例子是非常好 就是說它是落實在生活當中 所以呢 第一時間發生這個不可預期的災難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知道說應該要怎麼樣做 然後呢而且做得非常的落實 那這個也是我們希望小孩子有觀念之外 也可以把這樣的觀念呢 帶回去給他家裡面的這個親人 大家共同來做 所以局長 我們喔要學學日本 是怎麼呢 求求這個生命 當災難來的時候 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是要怎麼報自己 甚至又求其他的 同學也好還是求在地的民眾也好 學生耶 學生求其他的在地的民眾耶 你看這多了不起啊 那標示說他們的防災的 這個教育非常的成功 是 所以說 我們他們 我們有這個有沒有這個規 我剛本期剛才問你了 那需不需要來個總體檢 學生知道說如何自救嗎 前幾天我們晚安演習啊 我們有看到還在百貨公司啊 這個逛街打花時間啊 那反正也出不去啊 那日本的這個 黃災演習可以在百貨公司逛街嗎 你知道嗎 在外安演習的時候 不管他在什麼地方 像比方說他如果在百貨公司 他也是要就地掩蔽 然後呢這個水啊電啊 都是要這個立即關閉的 所以他不管在任何場域 他都應該有個觀念就是 我要立即做這個掩蔽 所以喔 教授喔 本時說的重點就是這樣 就是說喔 大家喔 要身臨其境的時候啊 你居然有那個感受說啊 有點危險啊 不要讓人這樣 只要覺得說啊 那是訓練嘛 每次都要這樣 對不對 沒什麼了不起 那不必重視 沒有這個應該實時都要重視 所以我們市府相關局處 針對這個本席執行的這個問題 要下令給那個我們其他的百貨公司的 在台南有星光三月嘛 大圓百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 夢時代嘛 都要跟他們講 當演習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是玩真的 就是真的在訓練 不要當做兒戲 不要當做開玩笑 演習其實就是實戰啊 就是一定要落實 要有防災的這個觀念 喔 當災難的時候 你還能夠在那邊嘻嘻哈 你還能夠在那邊買東西嗎 逛街嗎 這個我們會跟其他局處講說 如果像圍觀這樣大樓倒塌 天火板掉下來的時候 對不對 完全沒有一點的防災 自救的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必須要告訴他們 你們這樣是錯誤的 你們百貨公司 你們要自己 要告訴 在那邊逛街的 那個民眾 趕快 要現在玩演習的 大家趕快要落實 就地來避災 那這個 WSBC 世界棒雷 這個總會在上個月 把我們台灣 提升到世界第三名 台灣最強的是什麼 是三級棒球 但是呢 兩一支球隊不容易 所以 我們希望說 我們市府可以努力 讓企業來任零 我們的青少棒球隊 任陽啦 是 其實本市在當立委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行政院長提過了 我們的 再給一分鐘齁 現在很多齁都是冠名贊助比賽啦 哪個廠商贊助啦 這個 現在少子化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反倒是 家長啊 組棒球隊打球 那 這個電腦病啊 我們是應該鼓勵 三級的 到二級一級 對不對 國小 國中 國中 台北 還是現在 沒有誘因 馬拉豆的家長自己 還自辦第一屆的 又鄉杯的社區少棒賽 簡介說我們的市民喔 有社區這個小型 棒球場的這個需要 所以我們會不會 局長我們會不會推廣社區 自主棒球競賽 是跟議員報告喔 在這個社區棒球這個部分呢 也是在各位議員的這個 指導跟支持之下 我們也是極力要來推展 就是誠如您講的 如果我們下面 讓局長回答完 有興趣打棒球 或是有能力的孩子呢 就會被這個 篩選出來 這對我們城市 這個城市來講 要長期發展 這個三級棒球呢 才能夠真正的落實 非常謝謝議員的指導 好30秒做結束喔 給唐議員30秒 結果4月28號就會公布 現在正在評選 局長你有沒有信心在卸任之前 讓這個棒球場完工 是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而且我們是這個努力 一定要達成的目標 那今天正在做評選的工作 那在這裡我們也要非常謝謝 就是議員的支持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公務局 他也協助我們做這些 招標的做 好 有點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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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郭國文發言之前 我們是不是就是郭國文 蔡淑慧 邱莉莉議員 講完 我們休息10分鐘 好 我們請郭國文議員 謝謝主席 陳局長 本席今天就您的業務這個報告的部分 想要針對幾項主題來做質詢 那首先呢 就對於這一個 我們合併之後 我們成立了這一個幼兒園 那幼兒園現在變成您的業務 那幼兒園現在的狀況 你認為 不論在全國教寶資訊系統當中 不論它的禁用方式有什麼樣的差異 基本上他們是不會統稱為教寶員 在幼兒園服務的就是有所謂的幼教的教師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教寶員 對 就教寶員 幼教教師 教寶員等等 但它禁用的方式有一些差別 他們在資格上是不太一樣的 對 資格上不一樣 但是事實上工作內容相差無幾 不是嗎 因為原來那個幼托症和那個托兒的部分呢 它是照顧年齡比較小的小孩 現實上 以現在現實上來說的話 他們工作的狀況 就我本席的了解 沒有相差無幾 但禁用的這個部分管道有所差別 當然學歷當然也有不同 那有一些是資格從那個原來的公所的部分 來就地承認的嘛 我想這有一些歷史上因素 這本席都了解 但現實上 就這個timing點來看的話 不論你禁用的方式的差異性在哪裡 但是工作的內容相差沒有很多 但事實上 事實上 局長你有沒有就去了解一下 他們勞動條件差多少 這個部分之前在討論說禁用幼教師 或者是教保員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 你比較care可能是原額控管的問題 但我現在care的焦點不是在那邊 我care的焦點的部分 是在勞動條件的差異 隨隨便便 我舉一個數字給你聽 他們不論學歷的話 即便是助理教保員的部分 也三萬五起跳 如果再分級下去的話 最高的話 甚至可以超過五萬之多 但事實上呢 既有的這種所謂的承認 從工作承認起來 我們把它當成臨時人員的臨時技工 你知道多少錢嗎 臨時人員的部分 也是看他的值等的不一樣 我看到的薪資單 都是基本工資啦 就20、250 所以相差來說 就一比多少 一比2.5之多 最高跟最多的差別在這邊 那可是你不覺得這種 這種勞動條件的狀況 差別實在太大了嗎 局長 是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有去了解到 就是目前呢 我們現在在教保員跟幼教室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不要牽托到那邊去啦 我就跟你針對勞動條件 不然我會問到下午吧 你不會希望看到那麼久的時間吧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是有了解到 相關的訊息的 我簡單的講 重點的說 就是說呢 基本上 依照這樣的勞動條件 這樣的差異的情況底下 他們到底有沒有提升的可能性 假設一種狀況 如果說其他的縣市已經有做了 你會不會跟進 這個我們需要做整體的這個 假設一種狀況 這種狀況 你有沒有去了解過 你有沒有知道其他的縣市 有類似的案例的這種處理方式 就我了解就是說 就你了解有沒有知道 就我了解的部分啦 就是說 其實現在各縣市其實對於 就是教保員這一塊 你小不小的嘛 局長 你不要繞那麼大的圈子啦 你這樣子我們會質詢不完啦 你小不小的 我要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我知道有些縣市在檢討啦 那有沒有調升起來的 應該也有 尤其是比較北部的縣市 你猜錯了啦局長 其實是南部啊 其實是隔壁的高雄 因為我知道之前新北 新北也有做一些調整 好啦那就高雄的例子來說的話 你知道它調整多少錢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我請議員指導 就我手頭上的資料 他們從今年的1月1號開始 調整為2萬3千多 差不多加3千左右啦 加3千左右 加3千左右 這個部分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這個我們來努力 那總共類似這樣的資格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那個 講科長 講科長 多少 他們只是希望說 他們不要差配待遇差那麼多 我們來努力看看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請教局長 科長請坐 另外請教局長 局長我接下來想要請教你 有關校園安全的部分 那去年的12月底 女童隔壁案發生之後 我看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跟警察局跟學校 已經達成有一個11點的那個 決議嘛對不對 那一場會你有沒有去參加 那個主密 我們呈現的主機長去參加 你主密去參加 他回來之後有沒有跟你做報告 總共有11點 我想說會不會大事件過後之後 你們就沒有再繼續追蹤或追查 最起碼裡頭我認為 跟校園安全有非常直接相關的 第一點第三點跟第七點跟第九點 有四點的部分 我是覺得應該要被列為 確實吹動的一個重點 我不要跟你講內容 我報一個數字給你1379 這四個部分是非常關鍵 但是呢 在各都當 各五六都當中的評比當中 大家紛紛都會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要如何解決這校園問題 其中我想到一個辦法 因為現在我們希望把校園 越來越開放化 越來越社區化 可是又要顧慮整個校園的安全 兩者之間怎麼平衡 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電子圍離 你知道吧 有現在台北市、新北市 都有在執行這個電子圍離的部分 我跟局長說一下 我跟你分享一下 其實不只是台北市跟新北市 桃園市 它基本上今年也要擴大試辦 台中是 目前是三間學校試辦 那鄰近的高雄呢 也有電子圍離 也打算今年擴大 擴大試辦 但是就我 本習所投上的資料 台南市這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相關的規劃推出 你有沒有說明一下 跟議員報告 因為我們整個電子圍離的設置 其實它每一個學校的單價 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最近也在收集 就是其他縣市 這個試辦的情形 我跟你講 你到底有沒有去了解過 你到底有沒有了解過 電子圍離的東西 分紅外線圍離 跟智慧影像監控的部分 一個部分是屬於線的部分 一個是屬於面的部分 那功能性不同 如果就電子圍離的 紅外線的部分 應該知道多少 我之前有了解過 就是說它要用一組來看 你說很貴 多少你知道嗎 你不要親手來講講 你不要隨便用經費 來跟我們堂塞 那個紅外線的部分 如果一組來看 大概是十萬塊左右 十萬塊而已嘛 你蠻有概念 這怎麼會很高呢 對不對 那問題本期剛剛在質詢你的重點 是你連事辦的計畫都沒有推出去 為什麼邊邊落都 我們好像給人家感覺 就不太重視這個校園安全的問題 何況電子圍離 現在是可以看得出來 在目前大家希望校園社區化 校園開放 又能夠兼顧校園安全的兩者 能夠兼顧的 唯一的解決辦法 這樣的解決辦法 幾乎是大家共同討論的時候 你卻沒有提出來 局長 對這樣來說 對本期對你的這個期待 會有所若差 會失望 這是哪一科的科長在處理的 這個部分呢 就是陳如我看 我們永續科跟學府校安科 你都沒有跟局長提這個嗎 那個科長到點點了 就是我們有稍微去評估一下 也知道說 沒有嘛 所有的這個校園安全的問題 這個很關鍵嘛 事情鬧得這麼大了 我口氣非常平和的告訴你 這個嚴重的事情 很顯然你們對這個議題上的因應 有所缺失嘛 11點決議做了之後 這裡你就放在那裡 本期跟你提議說 這裡頭有好幾個重點你要去面對 那即便這11點當中 你們也沒有提到這一點 也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偏偏六度當中 五度人都說得不撒撒 扁得不撒撒 要擴大師範 要做什麼 都沒聽到我們台南市 會想怎樣 你怎麼會贏嗎 局長 是 我意思是說這個問題 你到底要如何去面對跟處理嗎 跟議員報告 當然電子圍裡那個部分其實 就是您剛才講紅外線那個部分 我們其實也是有在做評估的 所以我才知道說 一組的單價大概是多少的這個金額 那你今年有沒有示範計畫 我們今年有一個這個校園安全的 這個監視系統的這個計畫 好 再給一分鐘 這個計畫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教育部的補助 一部分是我們自己試 今年特別編列的 那大概幾間學校 我們是由學校提出申請 所以這個計畫裡面我們會 你們又不要去看那個治安的狀況 還有學校學生的人數的情況底下 不是提出申請你們要主動規劃 這個部分我們也會來做 被動申請這不對啦 就是申請我們是這樣 我們會跟學校先說明 然後有學校提出申請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檢核 這一個你要我是覺得你要 必要的時候你要施辦 今年的預算必要的時候你要編列 這是本席對你誠心的建議 最後剩下20幾秒 我要跟那個處長 那個體育處處長 上一會期我有跟你提醒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議會當中很多同仁都非常關心 那個我們台南的棒球運動的狀況 我沒有太多的時間我只提醒一點 你答應我的事情要處理 那個論壇要舉辦 要一個開放性大家討論 關心一下到底現在問題在哪裡 解決方案是如何 好我們下一位請蔡淑惠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我延續郭國文議員這個議題 我發覺我們交易局 對於電子為理的這一個 那個動機還有你們的政策 非常的被動 那你用學校申請的方式 那如果全部的學校提出申請 你又要怎麼樣去領選 到底哪幾個學校 適合在最短的時間內 用使用那個電子為理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 學校裡如果提出申請的話 我們會 就學校實際的這個狀況來做評估 那為什麼你不能把評估用在前面 你就原台南市 我們所有大台南市的所有國中小學 你覺得哪一個學校的治安 或是他們地區的治安 有需要加強 那我們就優先來做這個電子為理 來延續這個校園的安全 為什麼你要踩被動 然後再倒頭走 跟議員報告 剛才郭國文議員跟議員 您的這個指教部分 我們也會來列入這個考量來做這樣 不是局長 你身為一個台南市交易局的一個龍頭 我覺得很多的安全顧慮 你應該要走在前面 而不是被動的叫校長他們提出 那提出之後 有可能我這個學校提出 你們評估之後 還覺得我不能做 不適合做 不應該現在馬上做 經費的關係 現在沒有辦法讓你們做 那我提出了 這個不是給責的嗎 那如果反過來 由我們教育局主動去做這樣的一個 整個環境的評估 治安的評估 然後要求學校 那個指示學校要做這個電子為理 這樣不是更省事嗎 也省了學校之前所做的一些申請的動作 這個是給你一個建議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化被動為主動 所以局長這個部分請你要多用心一點 那我再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馬上要進入夏天了 我們校園登革樂的房子 你打算什麼時候開始做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登革樂的房子是從開學之後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進行了 那另外就是因為現在社區 也有在共同做這個登革樂的房子工作 所以我們也請這個區裡 也要跟我們學校是整合成為一體的 大家共同來做 所以局長 從你的回答這樣看出來 我們的校園跟社區是沒有辦法切割的 我們很多的校園安全 甚至校園的登革樂 都要仰賴社區的那個那個里長 或是社區的整個志工來協助 因為馬上要那個夏天 登革樂大家都剩在等 我們現在我們小孩子在學校讀書 我們就開始擔心了 我是希望說我們要未雨籌謀 不要等學校校園登革樂爆發之後 你還來做噴藥 或是怎麼樣的一些防範措施 其實這個時候就可以做了 而且這個時候做應該效果會更好 所以局長還是一樣不要太被動 不管是針對教育 針對安全 甚至防範的那個災害 我覺得你應該比較主動 是 跟議員報告 像登革樂防治的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今年 在流感跟腸病毒的防治的部分 我們其實都是比以前更提早來啟動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希望 而且我們有在監控 就是現在各學校的這個狀況 目的就是希望孩子有一個非常安全的 學習的環境 我們都是這樣的希望 我們希望小孩子去學校讀書 是安全的一個環境 那我再請教你 現在那個又開始在登記公立幼兒園的就讀 到底我們公立幼兒園的就讀 我們保障所謂的弱勢族群的小朋友 譬如他是單親 弱勢那個低收入戶 甚至是外配的小孩 我們有沒有一定的名額限制 還是說這個幼兒園 今年要招收50個幼兒來就讀 那如果這些弱勢特殊的環境的 小孩子已經超過30個40個 是全部錄取 然後其餘帶給一般家庭的幼兒來就讀嗎 跟議員報告 因為目前啦 教育部的規劃裡面的要求裡面是說 不利條件的幼兒呢 要優先入學 在我們公立幼兒園跟非營利幼兒園的這個部分 所以一般家庭的小孩就變成一種另類的弱勢囉 另類的弱勢 我覺得要獎勵他們或是補助他們 希望他們來就讀公立幼兒園 也應該有一定的比例 要留一些基本的額度 給我們一般家庭的小朋友來就讀啊 欸 台灣 我們本土生的兒子不一定可以讀幼兒園 不可以讀公立幼兒園 外配的小孩子百分之百可以讀公立幼兒園 這是什麼標準啊 這是什麼標準 我今天不是說不能照顧那個不利家庭的幼兒 來就讀公立幼兒園 我覺得也應該 但是你要用不同的輔導方式嘛 不是說公立幼兒園我開個大門 請你們不利家庭人通通來讀 一般家庭的小朋友 抱歉 你生在那邊 stand by 他沒來討你怎麼可以來討 那我們一般家庭的小朋友 變成一個另類的弱勢了啊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剛才您有提到那個就是外配的 新住民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他沒有放在不利條件裡面 他不利條件主要是家庭經濟弱勢 那或者是單親 然後身心障礙 或者是說他是婦女有特殊處遇的 單親可以去就讀公立幼兒園 是不利家庭的 那有沒有因為這樣子 夫妻假裝離婚一下 假離婚為了讓小孩去讀公立幼兒園 我想應該不需要特別 局長 我跟你說齁 我們在定義縣的那個服務基層 我們碰到這種要入學的階段 我們都坐在等 一般家庭的小朋友 他是一般家庭他的家庭健全 但是父母親不一定經濟很穩定 他們也需要也希望能夠去讀公立幼兒園 但是他們都是一堆人在那邊等著抽籤 那不利家庭的小朋友完全不用抽籤 保障名額一定可以進入 基本上請孩子的這個受教權 這已經站在不公平的立場上 我今天說你今天照顧不利家庭的幼兒 但是一般家庭的幼兒 我們也要給他一些保障 而不是說我今天這間幼兒園公立幼兒園 會招收50個 去給不利家庭的人減40個 剩10個人 叫我兩百人去抽籤 這樣不利嘛 這樣不利嘛 是不是這樣子 你這個不利家庭的小朋友 如果說真的是超額了 超出你們應該保障的名額 你可以用補助金 讓他們去讀私立的幼兒園也可以啊 這是我給你的建議啦 當然這個政策上的問題 你們需要去研究一下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再跟您做一個詳細說明 好 局長 我們今天的報紙看得很清楚 我們台南市的軟網 成績非常的好 期間 中間有 這期間有很多我們南寧中學的軟網的選手 你知道嗎 我們南區有一個軟網集訓場 是 到現在 沒看到嚇嚇 市長 我們南區的議員 甚至很多的爭取有工的人員 在那次的動途 沸沸揚揚 辦得那麼的熱鬧 現在沒辦法做 現在沒辦法做 還要南區區公所 去做協調甚至解約 重新發包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當然沒有因為這個軟網訓練場 沒有完成 我們的成績一樣這麼好 那這些選手我們交易局 給他們什麼樣的一個獎勵 這些優秀的選手 我們有沒有什麼獎勵的措施 把選手留在我們台南市 不要被別省市拉走 挖走 有沒有這樣子一個政策 還是說你們台灣台南市 打出七金的獎牌是應該的 那別省市如果開出很誘惑的條件 甚至獎學金 我們是不是留不住這些人才 是 跟議員報告 就是有關於那個軟網